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乱写了 这不用算了 只是举例而已 如果今天是这样子除的话 如果今天这样除的话 你的鱼是到底几次呢 它的取决在于它 那商几次呢 在于这两个互减 所以商几次 最高三次 最高一次 三减一 它的商是最高是二次 那鱼是呢 会比它少一次 这已经一次了嘛 少一次没了 所以剩下常数项 所以如果你这样除的话 有鱼式的话 它的鱼式是常数项 那如果今天把后面的改一下 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结果后来 如果今天把它改一下 它是3x2次 -x-2x 加3 这个随便出的 我们重点不是算它 重点去研究一下它的次方的问题 这样除完之后 相似变几次 你看喔 最高几次 三次啊 最高呢 二次啊 所以3-2 它的相似最高是一次 那个相似最高一次 那鱼式呢 鱼式正确来说 一定是二次以下 可能是一次跟常数 或可能只有常数 那不一定 反正它的次方不能高于它 所以鱼式的次方不会高于这一个 会比它低一次 这样知道吗 所以不用担心说 你出出来怎么答案 都是常数没有一次的 因为要看它 这个要到二次的时候 才会说鱼式可能是一次 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一题就这样子 我们看那个历届的第13题 对 老师难免 有时候那个数字会看错 所以看错当下 所以看错当下 或者是之后 你看那个后置影片有注意到 你发现老师讲的题目 跟讲义的题目不一样的时候 可以立即跟老师反应 那只要先发现的 我们都会提 我会提供那个 100元的奖励金 100元的7-0券 所以请踊跃的去检举 没关系 那我觉得都应该给 因为你们很认真 在上我的课 也够细心才能够发觉出 我在教的时候 没有发觉到错误 所以值得去奖励 所以也是给我自己警惕 就尽量减少错误的发生 因为难免都会有错 但是要尽量避免它 来13题 计算多项是这个 他说要计算10x13次 然后加7x2次 加15x 减5 他说去除以 除以5x2次以后 那得到的余式为何 坦白说 超级送分题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送分 你看啊 他要除他不是吗 除二次的啊 那三次 二次以上都可以除啊 只有二次以下不能处啊 所以这不能处 这不能处 那余式哪边 余式也不用写的啊 这两个都不能处啊 这余式啊 所以余式是15a-5 余式 15x-5 这两个都不能处 他用余式为多少 答案选这一个啊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这样OK吗 这个是会考题目哦 好 翻到下一题了 我们看那个 第14题 历届的第14题 关于多项式乘除法的第14题 好 我们看那个第14 这边的话呢 来 这个也不错 蛮灵活的哦 可以把它学起来 如果你遇到类似题型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发挥哦 来 这题哦 好 第14题 2001×2002-1999×2004 你会发现它跟2000都很接近 你想去找一找 因为我们那个说很接近 可以抽很多东西 可以抽什么平方叉 干嘛干嘛的哦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了哦 哎 结果呢也没机会啦 这两个不能抽平方叉 掰了哦 这两个更没机会 那怎么办呢 再想一想哦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四个数字 它都跟2000有关系 跟2000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它很靠近2000 这也靠近它 这更靠近它 这也靠近它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2000 就是把2000令X 令2000是X 就命令它 令S啊 S也2000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我把2000当作X X代表是2000 所以把这个都改写 用X来改写它 例如说 那什么意思哦 2001是不是2000加1 可是2000就是X啊 所以2001呢 把它改为X加1行吧 当然行啊 对不对 2002呢 2002不是2000加2 那2000就是X啊 所以怎么换 换成了X加2 行哦 可以这样子哦 对不对 再剪掉后面这个 一样把它换掉 来怎么换 1999 X-1 因为2000-1 变199 2004呢 X加4 因为2000加4嘛 有没有 是变降改 那我们就先处理它 先算这东西哦 那到时候算出 还是X的话 再把它换2000 可能这样会比较好做了哦 好我们依序把它乘出来哦 像这个呢 它是连续乘法啊 这两个护乘 剪到这两个护乘哦 老师写快一点好了 因为这种简单题目 我们就写快了哦 那A加1乘A加2答案多少 答案是X2次加3X加2 你自己再乘一下哦 我们用2要把它展开了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换手 一乘它 一乘它 这你们乘应该没问题哦 如果你乘这有问题 拜托你把那个乘法再看一次哦 这不能有问题哦 这把它乘开了哦 X加3X-4 好 然后两个互减拆括号 好 互减拆括号的时候呢 来我们看哦 拆括号的时候 结果 我二次没有写到 补一下 现在是前面照抄 X2次加3X加2 因为是减法 所以后面都变号了啊 对不对 后面要变号哦 所以 减X2次 负正 得负 减3X 负正 负负得正 加4 好 就我们想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 有没有可以做合并整理的 有 同类下合并 只有X2次 一并之后消失了 3X一并之后 一正一负也消失了 最后剩什么东西 剩下这个东西哦 来 注意哦 注意哦 那个在读的时候注意哦 是2加4 我们不会读为2-4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符号是他用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下次要小心 2加4多少 答案就6 连X都没了啊 所以答案就6了 如果还有X还在的话 X换这2000 就算答案 他那X都没有了 所以答案就是6 所以这里答案写的是6 所以这样做这边的比较好写 好写很多哦 好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5题哦 好15题 15题呢 这边讲的是那个多项式的除法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到底有没有教到除法 哦 如果学校在教那个多项式的除法 然后不能够使用分离系数法的话 虽然前面我都在教分离系数法 如果他觉得不能用 那去考试你就不要用 如果老师也有教的话 他觉得可以用 那你就用 我们还是以学校的那个教学做段考的作答为主 但是会考肯定可以用 你就用吧 不用担心哦 那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段考的时候看老师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诶 第15题哦 第15题哦 好15题呢 张老师做一个多项式的除法示范后 他插掉计算过程的六个系数 以ABCDEF来表示 求ABCDEF相加是多少 这么坏心干嘛 写就写来把它擦掉 好 好第15题哦 好第15题哦 这题目就这样说了 我先把题目抄下来 我先用心抄 不然等一下要抄错了 就影响到我们的作答 所以同学有时候 在抄题目一定要再三再确认 有没有抄错哦 那老师有时候都会很快 抄太快了 眼睛一晃过去啊 就抄错 抄错一检查 发现 还是没看到那个错啊 然后就变成 就用错来做算 做计算的哦 哦 这什么东西啊 我再确认一次哦 题目有没有问题哦 有没有抄错了哦 好来 他是要求什么 要求那个 A 加B 加 ABD 加D加E A我这样写 A我已经习惯这样写了 应该这样写了 我已经习惯这样写 这抄写了 这不是乱话的 这抄写了 好 我尽量修改我的写法 好嘞 好 那我们看一下 AB注意加起来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觉得 这题目看起来就是乱 乱啊 又S24 又要加上层 加上层 你不好思考 对不好思考 真的要算也是可以算 你就是觉得不好思考 所以我跟你讲 分离系数法 真的好用 你把这个衣服全部脱掉 给它脱光光 来 洗过一次 我把衣服脱光了 用分离系数法 一样题目再抄一次 你会发现 怎么变那么简单 超系数 6A珠 6加A珠 C加10 C加10 就不要写S的意思 就是E加D F加15 相减负2 这边是B加5 上面放的是2加3 你看哦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停舞 右边是分离系数法 左边是有穿衣服的 那个直视的处法 对不对 我们看右边这边好了 你会发现简单很多 这边有25 10 2乘B 2B 可是你会发现 相减不是没了吗 所以C多少 C就是6了啊 相减才会0啊 对不对 如果这边6的话呢 什么乘2等于6 3嘛 所以B等于3 326 所以这两个互乘 2362510 就是变这样 好 再来这个相减变成它 互减又被不见了 这都看不出来 这两个0号 这两个0注意看 这是15 15的话 3515 所以33多少 9啊 这是9的位置啊 对不对 那什么减9变0 当然9-9嘛 所以这也是9 再往上看哦 多少解释变9的 答案不就19 对这个位置叫19啊 19-10等于9 9-9是0 对不对 好 再来这边15这边呢 多少减15变成-2 13嘛 13-15不就-2 这13之也有13啊 所以全部都推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架写比较好写 因为这边多了X 你会变得不好思考 就很乱哦 来 所以A多少 A19 再加B B多少 B B43 所以加3 再加D 滴滴滴滴滴 D13 最后加1 149 好 全部加强答案多少 呃 19加3 22 加13 35 加9 44 所以答案是44 出来 所以选择是珠 好 你会发现这样写比较好写 所以你一定要去选那个分离系数法 在解题上面还是有它的帮助性带 在帮助性带 那比较好好处理它 好 好 那我们看下一题来看那个第16题 16题 剩没有几题 16 17 18 还有4题来 好 那个对老师那个平方根的题目 就是第二章的讲义啊 还在整理中 因为我觉得很多题目很棒 我还在做筛选 我想把那个最好的一些教程留下来 所以在那个编辑上面有一点延误到 那我们目前这个讲完之后呢 多的时间我会先讲解习作的部分 会先讲汉林版的习作 那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上后面的课程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几题了 第16题 第16题 他说呢 哪一个选项呢 是它的上市 就除而已啊 像这题也没什么 也蛮客气的 这一题 他只是想说 出太简单 一定会被同学耻笑 所以他就把这题目呢 做一些小小的变化 就还是蛮好笑的 你只要把它整理一下 答案都出来了 去除以x-1 好 哈万除完的上市是多少 我看有没有题目有没有操作 再做一次确认 好 OK 来 你看这种题目啊 好 一出再出 那就那么容易嘛 你当然要先整理它 但是单强不能写 我也不会写 所以先整理吧 好 整理小心哦 拆光哦 负负得正 加x2次 负负得正 加3x 负正得负减4 所以这个整个都处理好 才有办法去处理 x-1 不然也不能处 对不对 好 整理一下 整理的原则呢 同类向合并 对不对 同类合并呢 好 好 来 合并了哦 2加1 3 3x 2次 1加3加4加4x 常数 -3-4 -7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那个呢 分离系数法比较好处 所以习惯一下 分离系数法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超级好用的 你不去用它太可惜了 3加4-7 去除1-1 好来 放多少 一开始放3 有没有 思考也快了 313-3 4-3 小心哦 做减法 减-3 变成加3 4加3答案是7 这是7-7 放多少 刚好放7 放7之后整除 整除就于是为0 他问3是多少 那怎么写呢 不要忘记哦 写上4的时候呢 这个除这个 他是2次除一次 所以上最高就一次 所以答案叫3x10加7 好 一定要这样看哦 你不能就忙着写说 这常数这一次不行哦 有时候他除完之后 搞不好这个不是常数 他是一次他二次 所以一定要先看一下 2-1是1 所以这个是一次 这常数 这样才可以 这样知道吗 这动作 这动作不是多此一局 这是保护你 因为有些题目 他就故意很坏心 出完之后呢 他就没常数 所以这7也不要常数 他叫x 这是x2次 为什么 因为他次方不一样 懂意思吗 如果这边出的是 3次好了 这都出一次 然后刚好出完之后 没常数相 他就会变这样子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数 那个次方的部分 好 再看第50页 50页的这一题 这里我们讲义好像有 讲义的这一题 也蛮类似的 好 这边好了 我们还有两道题 还有三道题 这三道题讲完之后 如果说你手边已经有 汉林版习作的 可以准备一下 看一下那汉林版习作 有没有你不会写的 你可以把那个 第一张的范围 第一张的范围 把不会写的题目 先跟我讲 然后我带你们做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挑里面几个不错 题目来讲解好了 因为很多题目 跟我们讲义都差不多 甚至比我们简单很多 但我会挑一些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 或是我没有教过的 我再来做讲解 好看那个第17题 他说义之有一个多项式 他除以a-2 当然是谁不知道嘛 就先写a a多项式 他去除以x-2的时候 得到的相似是2x-3 然后他的余式是3 他说这多项式去除以 改除以2a加3的话 这样的相似会多少 好那当然你要先把 a球出来 对不对 多项式去除以他 得到相似 这一个余式是他 我也说 这个a如果除以他答案多少 所以这个还蛮多功的 来 两道功 第一道功 先求a球出来 a怎么求 这两个相乘加余式 OK 因为我们讲很多次了 如果你还不懂的话 你看上一个单元 我们怎么处理他的 我们是说 好直接写 比如说15除以7 对不对 2于1 有没有印象 好 那你看那个a的位置 哪边是a 前面是a啊 这是a 这是a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到a 看不到a a要怎么求 这两个相乘加1 724加1 变15 变回去 这也是一样 这两个相乘加余式变a 所以相法都很单纯了 有没有突然忘记不会写 就把这搬出来用 知道吗 把15除以7搬出来用 好看 所以a怎么求 a就会等于 这两个相乘加余式 所以a-2 去乘上2-3 再加余式的3 如果余式为-3 你就写加-3 或写减3 正3 所以加3 好来参观后 a乘2s 2x2次 a乘以3 减3x -2乘2 -4x 负负得正 加6 这边OK 写 再来是加3 加3不要漏掉 所以最后变什么 2x2次合并 -3-4-7 然后6加3加9 所以这个要去除以它 2加3 那之后只要3 那我们就使用那个分离系数法 好用的方法 来 除了2-7加9 除以2加3 这方法是分离系数法 来 一个放多少呢 那来放1 212 2乘3乘3 做减法 -7-3叫-10 -7-3 是-10 好小心 再来加9 放多少 放-5 -5 -5 x 2 -10 -5 x 3 -15 两个相减之后 9-15 是9加15 24 8只问相4 a-5 为什么啊 你看 因为 这边是最高二次 二次 所以它最高是一次 2扣掉1 所以相最高一次 这个就常数了 所以它的相4叫做 x-5 选这个答案 所以选的是B 这边OK吗 很流畅 一气呵成 因为这个都要写得很快 你各位越熟悉它 你就会发现 其实题目都很简单 再出就那些而已 它也变不出什么性化样的 所以一定要多练习 多练习就王道好不好 数学没什么 多练习而已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18题 18题我印象中好像有解过类似的 可能我们前面的题目有放到这一题 感觉蛮类似的 好历届的第18题 它说有一个多项式 有一多项式叫做 我 肉肉等 17x2次 减3x加4 还要减 减掉ax2次 加bx 再加7 好 它说去除以 哦 除以 我想写除以 除以5x加6之后 5x加6之后 有没有结果 有结果 它的相4 2x加1 上这个 余 余0 整除的意思 那除以a-b-c 我就问abc是谁 再来除以a-b-c 好 a-b-c 这边的话呢 你看好 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在这两个的关系 对不对 你就想嘛 要整除了 比如说 12除以3 等于4余0 对不对 我现在要整理这个前面这个是a 怎么就a 相乘加0 不是吗 0就不用加了 相乘 相乘 这边前面的 所以要互乘 我还要写了 要写这个 5x加6 所以乘上2x加1 好 乘出来展开以后 去跟那个前面的做比较 所以乘了 520 10x2次 515 5x 622 加12x 616加6 整理一下 所以是10x2次 加17x加6 好 这合并一下 5加12 17嘛 好了之后呢 还没结束哦 我们要把那个前面的 我跟你讲 前面要去整理它 怎么整理它呢 来来来 我们说的同类像合并 用想的用讲的都好像很简单 真的并的要怎么并呢 你看 这两个合并怎么并 有二次有一次有常数 你要这样写哦 并起来之后 这个是二次的 放在一起 这个是一次的 放在一起 然后常数 放在一起 你这样摆 绝对不会写错 一定要这样学哦 按照二次一次常数 我把这边整理好的 放到这里面来 好 开始看了哦 这样OK 好 第一个哦 17 招潮 拆过号 -a -a 好 我换下个一次的 这个 -3-b 因为负贞得负啊 所以-3-b 是一次的 好 最后写常数项 常数这边是 4-c 4-c 那这三个怎么解 跟他做对照 叫比较细数 没有 我说比较细数 就跟他去对照了 你看 17-a 就是10 我这边写了 所以 17-a 等于这个 10 那求a多少 a多少 答案是7 那你要解怎么解 17过来-17 所以-a 等于 10 -17 -a 等于 -7 10 -17 不就-7 负负得正 所以a答案是7 好 这是第一个 再 对一次的 -3-b 等于17 好 一次对一次 比较细数 所以-3-b 等于17 我是要求b 所以-3 一过来加3 所以-b 等于20 因为-3 加倍20 17加倍20 所以b多少 两边都乘负号 b字-20 好 最后一个是c 常数对常数 4-c等于6 4-c等于6 4一过来-4 -c等于2 那么c多少 两边都乘负号 乘负号变正c 乘负号变负2 所以abc都出来了 那今天要问什么东西呢 他问的是 他问什么 a-b-c 好来 要求a-b-c 套数字啊 把数字分别超过来 a 7 减掉-b 减掉b b是-20 减掉-20 减掉c c是-2 结果呢 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 会变成7加20 再加2 7加20加2多少 29 所以答案是29 选的是猪 好 这个问题 就先算好被除4 怎么求它 3 3 除4乘以3 变成被除4 所以2乘好之后呢 是这一个 再利用这一个 注意哦 这一个 跟这同类下合并好的 这一个 去比较系数 怎么比 一个对一个嘛 17-a等于10 列4 -3-b等于17 列4 4-c等于6 列4 这三个分开解 解出abc 就可以了 这OK 好 再来那个历届的最后一个小题目 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就要教那个 汉林席座了 所以手边你有汉林席座的同学啊 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席座不会写的 等一下可以先提问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自己挑题目 我挑几个不错来讲解好了 学校要教平方根了吗 上次有说有人准备要教的 就是今天开始要教平方根了 可是我们今天还在上第三周 这样学校其实进度还算蛮快的 因为通常我们是六周一次断考 所以估计你们的断考 应该排在10月中旬那时候 对不对 10月中旬就10月10号过后了 就要断考 所以他说要故意的 连续假期都不用跑了 都在家里看书 所以他就把那个断考 都排在连假过后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那个形式力啊 可以看一下 一般都这样 几乎每年都这样 每一年都会在10月10号以后 再来排断考 所以放的那个连续假期或放假 放假完之后就开始要考试了 真的是有效率啊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19题 好19的正义题来 19题 2X3次-AX2次-5X加5 会等于2X2次-AX-1去乘BX-A-B 然后再加3 哦 是什么东西 2X2次-AX2次-5X加5 等于2X2次-AX-1 乘A-B加3 然后要求AX-B的值 诶 我们要往上看 来 这题没玩过来 嗯 少政你跟我说嗯 嗯什么意思 嗯是要考试的啊 段考刚好在那个10月10号过后对不对 没有说怎么来 这两个箱程加3等于前面这个 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那个3先移过来减3 为什么这样做 你看哦 如果我把这3移过来减3 这个就被我化掉了 我把这化掉 3移过来减3就变2 所以呢 这一个式子会等于这个乘这个 代表说 这一个会被它整除 然后相似这个东西 有没有 我们在想的啊 所以哦 这个会被它整除 相似它 我就写直式的分离系数的除法 所以是利用这个去处理它 这写里面哦 分离系数哦 2-A-5加2 不要写加5 为什么不要写加5 因为我把3移过来减3了 所以变成加2 去处理这个2加A-1 2加A-1 而且还预告哦 我们的3多少知道吗 这边1-B 好 我们先试一下 好 直接除了 好 第一个哦 1乘2 2 1乘A-A 1乘1-1 这正A哦 两次相减 相减哦 这个减这个 -A-A叫-2A -5-1是-5加1 -5加1 -5加1是-4 把2放下来 好 你不要看那个B哦 你自己想一下哦 它不是要整除吗 如果要整除 你看这边哦 我唯一的线索 这个对不到 这2A-2A 这个是2 这是-4 这边A又对不到 线索上这一个东西了 哪一个 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谁啊 这是2 这个位置哦 他写个-1 -1乘多少变成2 2去除以-2 -1乘多少变成2 那不就-2 2除-1不就-2 所以发现呢 这个位置应该是放-2的位置 有这个-B 是放-2的位置 -2乘2 -2乘2叫做-4 -2乘以A叫做-2A -2乘以-1叫做加2 才能够完全都整除 而且要整除就是0 与0哦 也就代表说 这两个相减0 相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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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减0什么意思 这两个会相等 相等哦 所以要相等 -2A等于-4 -4等于-2A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所以-2A 会等于-4 那A多少 -2一块除以-2 -4除-2 答案是正2 所以A就是2 那A是2以后呢 还要求B 你要讲好 -B等于-2 你不能说B是-2 不动的意思哦 因为这两个是一起的哦 这个-2指的是-B这个位置 所以-B等于-2 所以B多少 B答案就是2 那他问什么 他问A加B的值哦 那就2加2啊 答案4 选的是0 好 这里有没有很棒 很棒的一题哦 对不对 我都觉得蛮棒的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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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